大家好,我是喜哥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曹操有几个女人 揭秘曹操一生至少沾染15个美人 哪个是真爱 曹操作为三国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文学家 其一生文治武功的成就是非凡的 这样的英雄人物身边的女人自然不少 据实在跟随曹操且有名分的女人就达15人 分别是丁夫人 辨夫人、刘夫人、环夫人、杜夫人、秦夫人、尹夫人 臣妾、王昭仪、孙姬、李姬、周姬、刘姬、赵姬等 除了这些有名分或有角色的女人之外 曹操一定还有不少其他女人 但若问曹操最喜欢的女人是谁 那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生了曹丕、曹璋、曹植、曹雄的继配夫人、变夫人 变夫人159年到230年 狼牙、凯阳、金山东林一人 为武帝曹操的正妻妓事 他原本出生在唱家 其汉代专门从事音乐歌舞的乐人家庭 长大后成为一名歌舞技流落到桥的安徽伯州 风巧的是当时年轻的曹操 未必贵妻之祸而称病自观 得在乔帝的家里观望天下局势叙事待发 机缘巧合之中25岁的曹操见到20岁且色意 俱佳的便士就将其取为第三房事件 后来曹操组织了一伙人 干起了革命便是由此成为他患难羽工的女人 中平四年 公元187年 东辩夫人生下了曹丕 也就是后来的魏文帝 公元189年夏天 东汉政局发生天翻地覆巨变 大将军何尽死董卓进京废少帝立宪帝 并封曹操为萧綦校尾 曹操看出董卓非大智之人 不但没有赴任反倒企图刺杀董卓 后世卸急忙逃走 有后世者竟赶到桥县向曹家报了曹操的死讯 一时间曹家仁和追随曹操的骨干成员乱作一团 只有28岁的便士对大家说 曹军极雄伟可知 今日还家明日若在和面目互相见也 正是获智共死何苦 这番话一下将人们惊醒都觉得便是说的有道理 于是众人便在便士的领导下继续等待曹操 便是一席话为曹操保住了最基本的发展力量 便是属于曹操的第三房女人 曹操的结发妻子是丁氏 但丁氏不能生育 后妇娶刘氏刘氏为曹操生了第一个儿子叫曹昂 但没多久刘氏就死了丁氏 便尽全心养育曹昂 可惜曹昂在跟随曹操出征张秀时 意外阵亡丁氏异常悲伤 终日以泪洗面任谁劝说亦不能平复 曹操一时发怒将丁氏送回了娘家 不久曹操便将小妾便使福利为正妻 便是从这时起真正成为便夫人 便是后来寻机劝曹操接回丁氏 曹操也觉得总如此下去对不起丁氏便去接她 可丁氏尽未听从 公元216年曹操尽未亡 219年曹操立便是为王后 此后便是经常照顾丁氏的生活 或将丁氏接近王府谈话 由便夫人敬重丁夫人的记载可以看出 便夫人对曹操众多的妻妾都能做到彼此有爱 此外她毕竟出身畅家 与夫妻之道也更为浪漫娇媚 再加上四个出类拔萃的儿子 曹操对她格外另眼相看也就不在话下了 成为正妻之后 便夫人仍然一如既往的辅助丈夫 教养儿女善待妻妾 曹操儿女众多妻妾中 如刘夫人那样早逝者也不少 很多年幼的孩子因此失去生母的照顾 曹操对季嫌妻子的嫌能获达非常赞赏 将这些孩子都托付给便夫人 让她代行养育之责 便夫人对这些毫无芥蒂 都尽心尽意地抚养教育 这使得曹操很是安慰 几年后 丁夫人在娘家静静地去世了 曹操对丁夫人的去世非常痛心 感慨自己再无赎罪机会 便夫人体察丈夫的内心 主动提出由自己操办丁夫人的丧事 曹操点头应允并亲自选择墓地 将她安葬在许昌城南 曹操成了魏王之后 儿子们就面临着 谁能继承曹操大魏的问题 主要在便夫人生的曹丕 和曹之之间展开了竞争 在整个过程中 便夫人始终保持沉默 没有随意发表任何言辞 当曹操确定曹丕为继承人之后 有人赶快跑去向便夫人报喜 便夫人听后只淡淡地说 曹丕是长子所以为嗣 而我作为母亲 能够在教导儿子方面没有过失 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母子没有什么功劳 有什么值得重赏的呢 曹操听说了便夫人的回答 非常欢喜认为她的表现 具有母仪天下的风范 灿扬道 愤怒不变荣泰喜悦不识礼节 这真是太难得了 简安24年7月曹操颁布册书 夫人便是 抚养诸子有母仪之德 金敬魏王后 太子诸侯陪魏 群青上寿 捡国内死罪一等 出身卑微的便士 正式成为高贵的魏王王后 这年她58岁公元220年 一代萧雄曹操并故 十年之后便是兵故 曹瑞将其与曹操合葬道高龄二人 做到了死后同学 便夫人以谈唱舞技的身份 与一代萧雄曹操结缘 跟随曹操在乱世中 经历磨难 最终成为曹操最钟爱的女人之一 可谓极其难得 感谢您收看起歌说历史频道 欢迎将您的想法 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